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AI6D编写的节目 热点深度,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首先关注 为了一个军机型号的保有量 上了央视焦点访谈的尽职调查公司牵涉了哪些机密? 华尔街日报与财新 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发现了外国咨询公司的本地单位的间谍活动 警方最近突击检查了CAP Vision、凯盛公司在中国各地的办公室 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咨询业的监督 是中国政府为阻止外国影响而采取的最新措施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警方询问了CAP Vision的当地员工 关于其网络中的中国专家的名字 以及该公司接受了与外国政府关系密切的海外客户的项目 国家安全局上海分局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卡普威视的一些专家 向其外国客户泄露了内部敏感内容 甚至是国家机密和情报 凯普威视表示 他将坚决遵守中国的国家安全规则 江苏国有媒体报道说 在突击检查期间 安全官员依法询问了工作人员 并搜查了公司财产 一个身份不明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前研究员说 凯普威视的工作人员 曾鼓励他透露信息 以获取额外报酬 财新报道 国家安全机关 对咨询企业凯盛进行现场执法 附上了焦点访谈 别有用心的咨询 视频文字 其中提到 雷某某 曾在中国某重点军工企业工作 应向境外泄露军事军工领域敏感信息 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雷某某曾在某高校 与某重点军工企业合办的博士后站工作 2020年3月 雷某某在博士后站出站 他在网上投写的简历中 对自己重点军工企业的工作经历 进行了详细描述 这让他成功进入凯盛荣音公司的视野 并成为这里的咨询专家 成为凯盛荣音的咨询专家后 雷某某陆续接受了几次咨询 2020年7月的这一次 有些异常 一直以来 凯盛荣音公司为了从法律上逃避监管义务 标榜只为客户引荐专家 不参与客户与专家的具体咨询过程 按照以往的操作 客户的咨询必须在凯盛荣音的电话平台上进行 而在这次咨询前 雷某某被凯盛荣音公司告知 应客户的要求 这次咨询会更换使用其他的电话会议平台 而且凯盛荣音的人全程不会参与 公司的反常行为并没有让雷某某警觉 但客户抛出的问题至今让他印象深刻 雷某某问了一个军机型号的保有量 对于这样的敏感问题 雷某某没有回避 而是心存侥幸 极力卖弄 最终向对方透露了大量敏感信息 经国家保密部门鉴定 雷某某共向对方提供三项机密级国家秘密 和三条秘密级国家秘密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隐性债务中挣扎 日经亚洲与财新 随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COVID-19大流行病的三年打击后重新走上正轨 解决中国地方政府积累的隐性债务问题 再次成为政治议程的首要任务 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的关注 从数万亿人民币的隐性负债中延伸到了决策的顶峰 在4月28日的经济会议上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呼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严格控制隐性债务的增加 中国国家主席和执政的共产党领袖习近平 在2月份发表在《求是》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预防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这篇题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文章 摘自习近平在12月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 会议要求加大处理未尝隐性债务的力度 要夯实省级政府防范化解隐性债务的责任 加大处置未到期隐性债务的力度 优化债务期限结构 减轻利息负担 稳步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账内债务统一监管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习近平说 应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LGFV的治理 帮助他们转型 2018年 国务院将隐性债务定义为 任何不属于预算内政府债务 但带有明确或隐含的使用财政资金偿还的保证 或由非法担保支持的借款 它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融资机构的债券发行 公司合营项目 黑幕贷款合同 以及地方政府用来筹集资金的其他渠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截至2022年底 包括债券在内的地方政府 显性账面债务为35万亿元 而隐性债务可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两倍 IMF还预测 到2027年 LGFV的债务可能几乎翻倍 达到101.8万亿元 根据IMF的计算 将需要确认为政府债务的LGFV负债纳入其中后 中国2022年的整体政府债务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将增加一倍以上 从51%增加到110% 中国财政部队 IMF对政府债务的评估提出异议 称 2014年通过的修订后的预算法 明确规定 地方政府融资机构债务的责任 由发行该债务的实体承担 中央政府不会来拯救他们 尽管政府发出了警告 但地方政府还是不遗余力的 防止地方政府融资机构违约 因为他们担心不付款会玷污自己的信用度 为了解决隐性债务问题 越来越多的省级和市级政府将与隐性债务有关的任务列入2023年政府报告或预算报告 如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督 建立评估机制 检查和惩处非法举债和欺诈性债务的解决 中国银行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郭树青说 应对金融业风险的措施之一将涉及允许地方政府有序的进行债务置换 中信证券分析师估计 2023年将有4万亿至4.7万亿元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需要进行置换 贵州、尊义陆桥建设、集团和其他地方政府已经提议发行互换债券 用债务换取地方政府债券将表外借款纳入其账面 交换债券计划在2019年的试点中得到了扩展 该计划允许选定的大多是贫困的县级地区通过与金融机构合作 来处理未解决的隐性债务 在一些人所谓的第三轮交换债券发行中 三个富裕的省级地区上海、北京和广东 发行了本质上市交换债券的债券 以清理其隐性债务 这些债券在地方资产负债表上显示为再融资债券 即地方政府通常为偿还预算内到期债券而发行的新债 根据广发证券的数据 在2020年末至2022年中发行的事实上的债务交换债券的金额为1.17万亿元 广东和北京都宣布完成了清理工作 尽管他们没有提供债务规模或如何处理的细节 财政部三月份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023年预算报告中 没有关于交换债券的规定 地方政府正在根据2021年4月发布的 国务院指导方针建立储备基金以偿还债务 该准则没有明确规定储备基金适用于隐性债务还是预算内债务 一些地方政府如山西和河南正在努力建立这样一个系统 湖北省表示 储备基金应至少为地方政府债务未偿余额的5% 应对隐性债务涉及地方政府接管账外债务 并作为LGFV债务重组的协调者与债权人进行协调 贵州省是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其他省份如辽宁省也在寻求金融机构的帮助 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延长或重组高息或到期的隐性债务 以化解金融风险 他们正通过与银行和公司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遵守国务院的指导方针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 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中国奇瑞御用廉价豪华车占领澳大利亚市场 彭博社 奇瑞汽车公司是最新一家试图以低端市场的汽油动力SUV 来赢得澳大利亚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 中型车欧曼达五的基本款售价仅为32,000澳元 奇瑞与中国的竞争对手 长城汽车公司和上汽集团一起 向澳大利亚市场推出了相对实惠的汽车 来自中国的车辆在澳大利亚的销量增长了69% 奇瑞的目标是在今年晚些时候 开始销售更大的Tigo 7 Pro和Tigo 8 Pro SUV 欧曼达五塞满了额外的东西 如加热方向盘和外部水坑灯 在这个以喜爱SUV和皮卡而闻名的市场上 欧曼达五显然是一种价格上的推销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对澳大利亚转向电动汽车的意愿的测试 尽管电动汽车在澳大利亚4月份的新车销售中只占8% 欧曼达五拥有出类拔萃的技术 配备了360度摄像系统 电动乘客座椅和尾门 前排座椅加热和电动天窗 尽管它有运动性的外观 但该车在世界最干燥的大路上实用性有限 其全方位的视觉效果也不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如此 对于那些以预算价格寻求豪华风格的人来说 奇瑞可能值得一试 以上是今天六度世界热点深度节目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倡导自由 责任 价值是AI应用的全球媒体先驱